你好!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CashBot 今天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午餐 我们会做三样东西 第一是清热降火的无花火雪梨水 还有这个冻饮 草莓和香蕉蓝色 还有这个主角就是日式牛肉火 我们会用这些新电器来试装 你准备吗? Let's go! 首先我们先切香蕉 那我切草莓吧好吗? 手指在这里 我会的 我不会 我们先放草莓和香蕉进去 放到哪里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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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到鲜蛋 放到鲜蛋 不过怎么够? 很小的 放到这里 放到哪里? 很厉害 我们按个赤就搅拌搅拌坏 按得了 按得了 妈妈按好吗? 嗯 我们现在做这个就是梦花果雪梨水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材料了 不用这么小 你大一点就可以了 哇 不懂这么大 要切漂亮一点 哇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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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吃呢? 嗯 说话了 现在我们怎么了? 节目回来吧 现在呢就要把 雪梨放进去 再把毛花果倒进去 好 那现在放呢 很害怕 不用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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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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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这个呢 就是日本城的品牌重井 那这个是多功能的玻璃便宜水壺 那它除了可以煲水之外 那还有炖炖功能的 炖炎锅啊 药线啊 炖雪梨啊 都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用到这个是养生功了 那就是用来煲这个 这个 雪梨水啦 有点 等一个钟就可以了 水都很快到100度 哇 水滚了水滚了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做这个呢 是日式牛肉火 那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日式的甜醬汤底 那现在呢就准备一些娃娃菜 因为俊然很喜欢吃的 一次一罐就可以了 哈哈 这里这样 切一罐 对 你也要放它 OK 11罐 这些蘑菇啊 金菇啊 你蘑菇啊 你蘑菇啊 什么蘑菇啊 哇 这这么大厨 那这一会儿才放两个 我们吃了差不多才放一罐 完成了 那这个当桃电叶锅呢 那除了可以吃火烤之外 那它其实里面还附送了一个蒸架 可以蒸的也可以 那这里还有低火力和铺火力的模式 那所以呢 那吃火烤的时候呢 如果你开完铺火之后呢 那可以教个低火 可以保持着恒温 嗯 嗯 耶 耶 我们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好啦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小剧 厨房 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先吃东西啦 嗯 非常好吃 爹爹请你吃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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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